泰山可以说是每一位中国人心里都想要去的地方 不仅是为了登顶看日处 更多的是因为它的历史地位不可忽视 不过泰山在五月之中海拔并不是很高 可为何就成了五月之中的老大呢? 泰山位于山东省中部 处在泰安、济南、滋博三十之间 泰山并不是一座山 而是指东西长于200公里 南北宽约50公里 面积达426平方公里的山脉 泰山西陵黄河东望大海 在齐鲁大地上坐地而起 是五国东部平原地区突起的一座大型山脉 虽然海拔只有1532.7米 但却高差很大 绝地而起 完全不属于清藏地区的高大雪山 泰山又名东越、太越 相比其他四越来说 所谓五月独尊的泰山 在古代时期被称为是直通地做的地方 四秦始皇开始一直到清朝时期 先后有13代帝王清登泰山、封善祭祀 用于宣告自己的皇权正统 以及表达天子、威严、天人、合一的不凡地位 泰山作为五月之首 虽然高度不如画山、横山 但历史、政治以及文化地位 却早已是超出了地理定义上的民族之善 在古代神话盘古开天之中 盘古死后头部便化为了泰山 而我国的传统文化又是以东方为万物交替 朝起蓬勃之地 故而泰山作为迎接朝阳的第一座山 也就被尊为五月之掌、五月独尊的美誉 当然这只是一种传统的俗称 更重要的是历代帝王的清临风扇 以及先秦孔圣人和后来文人的仰慕登顶 诗词歌赋 久而久之内就成为了东方文化的一个缩影 中华民族的一个象征 玉皇顶作为泰山的最高点 也代表着皇帝的权力顶峰 是历代帝王祝坛祭天与神灵对话天人合一的地方 站在山顶之上向东眺望 群风相宜山轮叠仗 好一个我在云中却又云中无我的空灵圣静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条山谷就是著名的泰山十八盘 十八盘从对松山开始 上游南天门下游中天门 走在十八盘的台阶上仰望天门 瞬间感觉如天上宫阙人间天堂 而十八盘的两边则是怪事林立 奇风斗烟 泰山的地位除了平地突起的山体以外 更多的是文化历史的衬托 泰山是山东丘陵中最大的一条山脉 也是华北平原之上最高的一座山峰 而作为拥有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的双头衔 泰山的地位自然比其他四月要高出了很多 尤其海拔最高的华山至今还在深意之中 会当灵绝顶一览众山小 这是一千三百多年前师圣杜甫登上泰山的感叹 而对比泰山方圆300公里之内 确实已经没有再比它高的山峰 更何况它还是处理在海拔仅有50米左右的华北平原 所以这种绝地而起的垂直山体 也就让古代时期作为黄泉重地的中原大地 感受到了最为直接的威恶与神圣 好了,我是阿星 今天我们就简单分享到这里 喜欢就关注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